大家好 今天我们 试一下那个烤盒棒 就用那个平时 我们吃那个烤生蚝的酱料 来烤这个盒棒 等一下看一下阿满周围 大家看一下觉得很好吃吗 开始 首先呢我们准备蒜油 两克的话 剩下这个分量也够了 尽量多碎一点 这个 放在这里备用了 然后到那个 这个姜呢我们就要配一点 去腥味用 把这个皮啊 给它切掉 对不要皮啊 哼 爆裂 加一点葱白 好了 放在这里啊 等一下 像我呢平时喜欢吃那个 小米椒 那我就加辣咯 这个我平时 喜欢吃辣的哦 可以加点小米椒 全部都多酸 然后做一个最 关键的一个 好生好也好 好生味都好 只要是鲜味 带鲜味的这些 我们必要做一个 叫做 姜水 姜汁 用姜来炸汁的 用个小碗 滲出 等一下呢 就放点水 放到里面去 把这个姜的那个味道 给它浸泡出来 然后葱呢 我们把它切好 备用的 这个葱是快熟了 我们烤得快熟了 在表面那里撒上一点 增加 增加那个香味 好 备用了 有这点够了 等等 给它 给它晒一下太阳 今天太阳好 好 哎呦 哇 这就是姜水啊 好想喝啊 美丽 先放点姜水 给它煮的 差不多的时候 加入这个 蒜蓉 哎呀呀呀呀呀呀 嗯 厉害 这么快这么快就有温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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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到太阳挺好 把我晒得 眼睛都睁不开了 嗯 嗯 我得死 人不得了 哦哦 哦哦 现在已经烤干了这个 这个也差不多了 我们呢 在吃这些 新些类的东西啊 最好加点生抽 说好一点呢 你看啊 一点 就是一点 就是一点 嘿嘿 慢点啊 哦哦 这里还要一点 哎 哎 就一点 好了 最后 撒葱 可以吃了 哦 哎呦 好烫哦 哇哦 好烫耶 嗯 嗯 怎么那么这么大 那么烫呢 好大一个 哇 烤干烤烤干了 接了一起 哦呦 那是 这是他的肉 OK 非常的 好香哦 这荷棒呢 有一种 特别的香味 特别的香味 从小吃惯 吃惯的人 就很喜欢吃的 这个味道 很好吃 就像好比生蚝一样 还有他的特殊香味 哦 哇 你看这一个 这一整个 哦哦 哦哦 感吃好烫哦 嗯 好烫哦 好好吃啊 嗯 嗯 更好吃的是 这个蒜油 嗯 好了 香葱烤盒棒 第一次见吧 喜欢看更多原生态 生活视频的朋友 记得关注 谢谢 下期再见 拜拜